大學的體育館 欣賞這場2024年 亞洲聯亞洲杯五人制 足球錦標賽的資格賽事 那我是主播靈點 今天很高興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名球賓羅伊 羅伊你好 主播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好 好 那現在 我們先聆聽一下 日本隊的國歌 現在 主播日本國歌 中文字幕提供 主播日本國歌 中文字幕提供 主播日本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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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主播日本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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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聆聽完雙方的國歌以後 進場的儀式也在這邊開個段子 接下來雙方選手要互相的 來握手致意啊 今天的賽事會是在2024年的五人志足球聯賽的小組賽 這場比賽第一場由上一屆亞洲盃的霸主日本隊 要對上來到台北的澳大利亞 我是主播林點Brian 那想先問一下球評羅伊 怎麼看這次三隊的小組賽事 其實我們這個小組 原本每個小組應該有四個隊伍 我們少一個隊伍 所以其實在爭取第一跟第二晉級的路途上面是比較大的機會 但是這一組剛好都是比較強的很在一起 所以對我們中華隊來說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在台北的高級大利亞 好 歡迎回來 那我們先看到今天的執法裁判 以及第二裁判都是來自於伊朗的組合 那在第三裁判的部分是來自於越南 在計時員的部分則是來自於土庫曼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隊長也在場中央握手致意啊 精采的比賽馬上就要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澳洲隊身穿的是黃色上衣、綠色褲子以及白色的襪子 首面決士則是穿著全身紫色 那日本隊則是穿著全身藍色的熟悉的戰袍 我們先看一下澳洲隊的先發陣容 首面是一號的Dominic 那分別前場的四位球員分別是五號的Jordan Guerrello 六號的Wade Givinelli 七號的Scott Rogan 八號的Daniel Fornito 那總教練是Miles Donny 我們看到今天澳洲隊的替補名單 是把隊長Elli十號先擺在了替補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 是否會隨著比賽的進行 來進行人員的更換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是日本的方面 首面是一號Fabio Rafael Severo 搭配的是五號的Artoore Olivera 六號的吉川智桂 八號的Tiota 以及十一號的清水河野 這一份先發名單 相信在關心五人制的 大家都不會太陌生 我們看到在 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全床黃色的澳洲隊 是由畫面中的左方 往右方進行進攻 那今天雙方其實都排出 比較保守一點的陣型 在澳洲方就是把他們對上 不管是速度跟體型 技術比較平均的球員先放上來 那日本這邊就是把他們的比較有經驗的拳 先放上來 沒錯 那這日本隊隊長袖標的 就是五號的Artoore Olivera 這波的傳導是跟隊友有一點點的距離 球權還給了澳洲 就像羅伊所說的 其實日本隊這次是帶了蠻多年輕的選手來 不過在第一場比賽的先發陣容 是先排出相對資深的選手 一開始就是邊線做一個 開邊線球的戰術 直接騎腳 而且手門員快開 澳洲很快的反擊 不過Artoore的經驗真的非常好 Olivea已經在日本國隊效率蠻長的時間 目前他33歲 而且他巴巴是巴西五人之國家隊的教練 沒錯 重點是他這幾屆亞洲杯表現都相當的優異 也是上一屆亞洲杯冠軍的主將之一 如果有機會 日本隊的定位球 相信可以看到他相當厲害的腳法 沒錯 那其實不只有他 還有吉川之貴 還有清水河野 都是上兩屆都有在對上的球 沒有錯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 其實在賽前 日本隊這邊二號的守門員 是做了一個更換 原本帶來的是Kuromoto 黑本 那在賽前因為傳輸受傷的關係 有點可惜 他是先行的退賽 而更換了 也是非常資深的守門員Higo Pires 那Pires 是今年43歲 長期效力與福安 在五人制的部分 守門員真的是技術沒有話說 哇 這邊這個定位球戰術 日本隊的射門差了一點點 那到點的時候 這球稍微越過了射門範圍 不過剛剛的這個射門 你可以看出來選手的整體技術水平是相當高 而且在剛剛雙方在熱身的時候 剛才有去下去偷看一下 日本隊的拳基本上是左右腳的射門能力都很強 沒錯 雖然說現在場上 看起來日本隊的選手稍微比較瘦小一點點 不過以技術跟戰術面來講相當不遜色 那麼五人制的比賽跟11人比較不一樣 就是比較少一些身體上的對抗 但是如果你手長腳長 還是會有些好處 沒錯 這幾年我現在看到這邊 我這個射門 看到 Badolato 把這球是擋了出去了 Badolato也是相當聰明的 看到日本的位置音弦空了 馬上轉身先把角度封起來 沒錯 其實在五人制的守門員這邊 又更強調你跨下位置的這個防守 距離相當的近 所以等於說在簡單講關門的時候 兩邊的守門員都要非常小心 好Libera 這球是打高了 就是我們常說的體表面積很重要 真的 沒錯 射門角度利用身體來去整個封組 我們傳一個比較長距離的傳球 但是 並沒有辦法到隊友的腳下 那其實開賽前呢 剛剛有看一下澳洲那邊的熱身 其實之前教練他們有提到 球員其實進入狀況上面 是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看他熱身的時候 做很多傳系拳的一些幫忙 讓球員可以快速的 攻守轉換可以快一點 沒錯 而且其實也必須提到 台灣 日本 澳大利亞這三國裡面 台灣跟日本 我們的人文以及氣候環境 算是相對來講比較接近的 澳大利亞飛過來 然後還要去適應 可能南北半球的差異 對他們來講 勢必是要比較長的時間 來做一個適應 但是我相信對於三隊來講 就是要搶晉級的機會 而且澳洲一直在 遺憾說2016年之後 球隊其實整個 在五人治的成績 並不是那麼理想 沒錯 我先這樣反擊 這個球 哇 清水合一耶 這個射門是相當的可惜 守門員是已經先被調出去了 我們看到澳洲隊這邊11號的Ethan Delmello 也是來到場上 日本隊他們的個人技巧真的很好 很多是低腳就起腳射 沒錯 比如說在空中 凌空射門這個球感 以及眼睛跟腳的斜條 是的 在這場比賽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都展現得還不錯 人就分過 其實這場比賽基本上 節奏應該都會落在日本這邊來去主導 澳洲應該讓他們掌控節奏 期待一個防守反擊的機會 這個時候在線邊有一個肢體的衝撞 排班是先吹停了比賽 不過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積分板上面 究竟這球是算邊線還是 應該是算邊線出界啦 沒有算犯規 畢竟吳仁智在這幾年 喔 這個 玲瓏的射門 也是差了一點點先被澳洲隊給解圍 吳仁智的比賽在這幾年 不管是國際賽事或是國內賽事 其實允許肢體接觸也是越來越平凡 沒錯 對看到柴點看到後面 袁田快 這順換上來了 在後駐在等待 剛剛Olivera的傳球 袁田快應該是三隊裡面 目前最受期待的一名選手 十九歲 效率於巴塞隆納B隊 能夠在西班牙踢到 吳仁智的第二集聯賽 那袁田快代表日本吳仁智 也有不只一場的經驗 之前應該代表三四次的正式比賽 有上場過 沒錯 另外也是在去年亞洲盃 決賽圈的名單裡 所以看到日本的五人制足球 就可以一直都有很年輕圈 一直跟上跟上 喔真的跌倒危險 李川之貴選擇自己直接來 看自己撥得澳洲隊第一條防線 其實防堵射門都算是還可以 對 那澳洲的後掌 我先看這個射門 遠田快的也是 球不著地直接起腳 日本隊在上半場目前打了三分多鐘的時間 敵隊球的節奏相當快 那凌空的起腳 大概也到了三四顆射門的嘗試 球權 還是在澳大利亞的腳下 那在這比賽前呢 其實有回看一下澳洲最近的比賽的影片 喔這個射門 來自Giovanelli的射門 應該還是給澳洲隊的球球 那澳洲隊的打法相對就 如果跟日本來比較的話 靈活度是沒那麼好 但是他們站點 然後傳球的準確度是滿高的 這一波的球球反擊 三打三 來自Giovanelli是球先出了邊線之外 你看到日本這邊金澤空 也是有替換上來 金澤空的腳下攻速相當好 成功的鏟球 這時候讓奧雷格拉先休息 沒錯 讓這個鏟球後裁判應該 也是認為球整個除了邊線之外 金澤空 也是 是效力與鳴谷海洋的選手 那鳴谷海洋就是在無人知的日本聯賽當中很強的一支球隊 沒錯 在這一次的帶來的陣容裡面 整共四位選手 是效力與鳴谷海洋 其中一位是朱介出去 這鳴谷海洋 長期冠軍 一直都沒有讓出這個寶座 剛剛看到Cox的射門 這球開出來這個戰術的操作 球全回到日本的腳下 那其實日本的跟進也是相當的快 所以如果澳洲有打前線之點的一個 翻邊傳球射門的方式 也是不好處理 下敵 看到金澤空的突破 有拉開空間 他低下戳球是很漂亮的 沒錯 很甜快 左腳戳一下 帶出自己射門的空間 那整個接球的意思是相當好 可以射門了 日本對台賽至今 射門大多數好像都是在空中所製造出來的 那其實澳洲隊 他們在護防上面是占了相當的 幾乎整個進攻的過程當中 不然防守進攻都 至少都兩位全在後期 所以2-2的戰位是占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 看到平方這一波的肢體接觸 裁判是給 Gran Lynch 以及在日本隊這邊 石田劍太郎 兩位稍微有一點警告 我看到石田跟Lynch 身高跟體型是有一定的差距 沒錯 這個隊位相當的辛苦 他在無人智比賽 身高當然有優勢 但是速度跟個人技巧還是占比較大比重 而且無人智的戰術的一個配合 其實講的是最重要 對 而且你說他整體的技巧以及戰術 比較偏向是打地面球 然後這邊看到石田劍太郎也換上來 那石田也是近幾年在日本聯賽當中表現不錯的出現 一次戰術的戰術 賠償於 濮安 白州 欸 去年也有跟去科威特參與亞洲盃的決賽 即時的干擾 日本隊並沒有太好的一個射門機會 其實在這一次的小組能夠抽到澳洲算是整體賽會的一個變革 因為原本在資格賽的部分會先做分區 那今年算是應該說這一屆 這一屆算是打散重新分組 我們很幸運又跟日本一樣抽在一起了 這個跟過去的亞洲盃不太一樣 我們兩年一屆的亞洲盃過去是分區的 那這樣也是有個好處 就是等於說我們就不會固定跟同區的一個球隊 只會做一個比賽競爭 沒錯 在我們習慣的分區裡面 對手大概會是中國大陸 日本 南韓 香港 蒙古 澳門 等等 加入亞洲聯 以後的澳大利亞 對手會是泰國 南韓 南韓 馬來西亞 英尼 看到澳洲隊長也上來了 Andely Edei在前線已經是讓支點 這邊有一些支體碰撞 對手 比較多是擔任PIVOT的角色 就如同羅羅伊所說 會在這個位置去給對手以及對手的門將去做一些比較多的壓迫跟身體上的接觸 對手 對手 如果以澳洲來說能夠做一個支點的球員 就是 Edei是其中一個 或是Melo也可以 那 Jamey Deep 有時候也會站在那個位置 雖然說節奏是在日本這邊 感覺他們有點擠 沒錯 對手 射門的嘗試 感覺是越來越接近球門 射門就是10號的金澤空 所以就算是前面有兩個 Edei轉身 踩了一點點 轉眼就攻過來 所以無人次節奏相當快 這個攻勢 應該說這個戰略 在澳洲這邊 今天也是使用了幾次 手邊快開的情況下 用手直接丟到PIVOT的位置 那當然我覺得雙方還是在嘗試 哪一個打法比較有效 PIVOT的打法就是澳洲固定的常用的方式 換場就是一個PIVOT 然後三個拳呢就在中間做輪換 然後切入 畢竟在對上亞洲的球隊來說 澳洲確實可以在大部分的對決裡面 占到體型的優勢 沒錯 然後來到日本後場來切碗球 集穿之貴 那集穿曾經在2019年 得到過一個MVP 在亞洲五人次的冠軍盃裡面 亞洲的應該說五人次的亞冠 其實也是一段時間沒有巨型 那同樣的 鳴鼓海洋又是這個 杯賽有力的爭霸者之一 奧利貝拉 射門打在了防守球員身上 好 水被斷 Rulene 球再次回到日本腳下 其實澳洲今天的防守 如果說日本要走一個地面或是戰術配合 或是地面的球直接射門 然後澳洲守得都還不錯 日本其實還有一些技能還可以拿出來 就是我覺得目前以他們對上球員的速度來說 還算是中壞 還可以再太一些些 吉川的射門打在防守圈身上 上來做P4幫忙的是 Antonio 日本的名字叫做平田9號的選手 就是剛剛提到明古海洋租借 到了西班牙足球聯賽的選手 好啦 儘管日本強勢去拉開空檔 這個動作應該是要給犯規了 上半場澳洲隊的第一次犯規 這個是直接踢到 圓田快的身上 出角是Fuanito Polivella 半邊 這個位置 國中上面有一點點的失誤 球權送給了澳大利亞 而且在前場 他就在死馬的距離 一個戰術操作以後 射門 Fabio 漂亮的Pujo 其實今天在開賽前 原本預估 Pico Pirates可能會是先巴的守門員 畢竟他經驗真的是相當的豐富 但是今天日本隊勾的是1號的Fabio 剛剛的Pujo是相當的精彩 發表在過去的 五人之的大大小小的國家隊比賽當中 也是有蠻多上場的機會 所以合作跟球員的默契上面 應該是足夠 沒錯 再一次Pujo漂亮 日本隊 看到底線擠穿 再坐回來 這個射門 打在了側往上 是一個成功的反擊 剛剛射門的是原田快 日本的快速的B牆也是相當的快 沒錯 那Fabio這名守門員 其實是第一次入選到日本的國家隊 效力於湘南美海 對 Olibera 左腳的射門 手開記錄 在比賽的上半場 第九分鐘左右 Olibera 打進了日本隊在這次赤格賽第一顆進球 Olibera 那其實成門員是有 要做封組 但可能反應稍微慢一點點 那會不會在過程當中有一些折射 對 不管怎麼目前是日本領先一球 Olibera 看正一下 剛應該是 急穿之貴在第二根門柱這邊埋伏 Olibera 沒錯 沒錯 那這個畫面看來相當比較清楚 所以無人智的比賽是蠻有趣的 常常就是在我們說的二竿 hold住地方埋伏等待進球 剛剛在Olivera的這一側 確實是沒有防守權跟上來 不管是風阻他的射門或是傳球 不過在這邊這個動作是 先造成了澳大利亞的犯規 準備Fabio在持球的過程 澳大利亞的防守動作是比較接近一些 感覺應該是澳大利亞六號的球員 Geo Vanelli 沒錯 那在這個犯規之後 計分板上面顯示 澳大利亞上半場已經有第三次的犯規了 那這部分可能也是要跟觀眾朋友講一講 就是我們無人智還是會做一個犯規的紀錄 超過五個犯規之後 就會有一個定點自由球的一個罰則 沒錯 這邊想要做一個彎兔的配合 不過選手倒地 裁判並沒有給犯規 現在澳洲積居的進攻 這時候崔庭 崔庭應該是對於日本 對於板凳席這邊 比較激烈的反應 想要做一個制止 看到吉川之貴還是倒在地上 表情相當的疼痛 現在是有點擔心了 吉川剛剛那一下拉球戳球的時候 膝蓋是跨得比較大一點點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恩戴的拉傷情況 其實吉川也算是正中相當資深的選手 沒錯 再看一下 想要自己戳一下球 然後過兩名防守者中間 兩個防守者是把腳併合關門 目前看起來沒有問題 繼續在場上奮鬥 那半場過了將近一半的時間 日本隊目前是一分領先 在這邊可能場地有些遺憾 沒錯 在被一顆的進球以後 澳大利亞 勢必要想辦法 努力的 繼續追分上來 畢竟在我們的這一組 只有三隊的情況下 每一個得失球都是相當重要 Guerrero 想要突破的時候 跟對方糾纏在一起 台版給的是日本隊 上半場第一次犯規 在罰球區域外圍 而且雙方都有手部動作 遠天快 澳洲隊上半場 相當好的一次定位球出現 但是角度來說的話 是比較 比較難直接射門 相對窄一點 對 但看要不要做一個配合 走出來 換一個好點的角度 沒錯 韋希 Gren Lynch 射門是先被封阻 不過好在他自己立刻 阻擋了日本隊的反擊 不然他射門的同時 其實自己是最後一位的防守者 除了守門員之外 所以五人制的反強 跟法西人比賽 比更重要 應該是說 沒錯 快速的壓制對方 不要那麼快過半場 速度都會來得非常快 下了 跟 weri 我 midnight 對 畢竟 到這次 運監到 地球 中 cas 有 26 第一次先幫日本隊解圍 選擇開完直接射門 連續的射門都打在放著全員的身上 不過應該是打到重要部位 現在需要休息一下 提侯泰 我們也蠻常看到五人志的比賽 現實面就是你要用身體去擋住這個球的射門 因為能夠射門的角度相當的小 而且有的是 整個球速啊 比賽節奏這麼快的情況下 有時候你控制不了 對 可能不是你願意的 本來澳洲隊的三號 Adam Stewart Cooper也上來 在門前 有一個射門機會 可以看到內田非常聰明的 直接躺下來 知道對方要射門了 身體擋球 沒錯 內田準泰也是 目前 呂希的選手 這邊有一個相當好的機會 左腳再分出來 在幾乎是空門的情況下 清水合一耶 射門是打高了 沒有辦法能夠為日本隊擴大領先啊 那接下來是 他有一點點急啊 還可以稍微再戳一下 換角射門應該還來得及 沒錯 守門員算是離門有一段距離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應該不止 最初的 真的這次 我幫助成功 你不給好 你不用 你不用 我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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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 他不用 他不用 你不用 這球雖然倒得有一點點驚險 不過也成功拉開歐洲的防線 提奧泰勒上來會對於日本的中場的船接 或是後場到前場的船程幫助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看很多球都是他在那邊的打 沒錯 現在等待澳洲的失敗出現 因為這樣看起來的話 其實澳洲隊的防守在日本的倒球的時候 他是會盯人然後再往上跟的 那如果說你能夠成功把四名的防守的fuel player 拉到自己的半場的話 其實反過來把球往前打 你一對一二對二的空間就相當的大 因為其實這樣日本隊 所以他們的個人能力很好 所以澳洲其實如果你一對一的話 其實反而會有一個壓力在 很怕說被日本的球員用速度技術換過之後 形成就是要補位的情況下就會漏洞出 沒錯 而且上半場的比賽 日本隊確實掌握了蠻多的控球權 等於說多次的嘗試一定會有成功的時候 對 基本上日本隊都是在外圍在傳導了 然後澳洲的選人都是在裡面 到底先 那邊是派贏的罰球點球喔 是不是在接球的時候有手 沒錯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重播畫面 不過我們看到裁判這時候是先比向了罰球點 那日本隊這邊 Olivera要上來喔 Olivera要上來喔 這下拉的時候是不是有手球的行為 艾利還在跟裁判做一個抗議 不過裁判並沒有改變心意 那Hodress滑下去的時候 這下還是要平衡啊 所以有點尷尬 沒錯 不過其實會看主裁判的認定喔 好啦 剛剛提到Olivera就是定點球 很多時候都有他來處理 沒錯 有沒有辦法打進2024這一屆 他的個人第一顆進球呢 沒有問題 在第十三分鐘 後來的罰球點球 日本隊現在是2比0 暫時領先的澳大利亞 在剛剛的罰球點球 澳大利亞現在也是 上半場四次的犯規 那什麼原因是有點抓到位置 但是也沒有完全下 沒錯 而且必須說在第一跟第二顆進球之間 澳大利亞的進攻 並沒有太好的結果 看到守門這邊出擊 幸好澳洲的回防相當的即時 沒錯 防守對於 守門籃獎是有相當大的幫忙 日本隊的犯規 而且後面有手部的動作 後面手部動作有點不必要 自己都已經是犯規方了 所以上半場的時間呢 澳洲已經有四個犯規了 現在 反而是有 第二個定位球的機會 那剛剛犯規的是 內田准泰 很厲害 好啦 以澳洲這邊定點球 安德雷射的機率是高的 不錯 看到 同樣在旁邊的還有 設定也不錯的Fernito 直接做射門是被Fabio擋出門外 目前為止 Fabio的守門 滴水不漏 這下射門也是不錯 至少有穿越了 前面阻擋了人牆 反倒是在 安利這邊跑位 日本隊的防守 人牆不受影響 完全沒有動 前面這邊上來參與進攻 傳球有一點偏喔 安利 奮出來 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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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採判 表示沒有問題 我這個動作很像是 是要準備掏黃牌 這個球最終的判決 應該是球出界 球門球 感覺在掉了一球之後 現在掉兩球的澳洲 他們的主導權 就慢慢想要要回來的感覺 沒錯 只要再一次犯規 上半場 的第五次犯規 而且安利 要吃下黃牌 澳洲接下來的壓力又變更大了 沒錯 只要再一次犯規 日本隊 就可以在 澳洲接下來的壓力又變更大了 在十碼的罰球點上面 任選來進行發踢喔 那總共其實中華隊也是在 觀看這場比賽 沒錯 而且選手有在 那當然這場比賽會影響到 後續的積分排名 澳洲隊這時候是把 四號的Dominique Cox 以及十四號的 Jamie Deep 換到場上 另外七號的Scarrogan也回來 他也要想要做轉身的動作 今天是被攔下來 日本隊 也就算在台北比賽 時常也可以看到 許多的 拉拉隊 或是說日本的鄉親前來 過往在2018年的 亞族聯亞洲盃 2019年的U-20邀請賽 其實都有聽到 日本的拉拉隊的聲音 不錯 他們的Blue Samurai 團隊就是 跟隨著國家隊的陣戰 不錯 這邊有一個不錯的機會 一個折射是 除了底線之外 日本隊的腳球 那幾個轉位傳球之後 抓到澳洲的短時間的漏洞 直接起腳 沒錯 其實日本隊在左右 這個球場 橫向的轉移 是做得相當流暢 抖一下 Jemmy Deep 用身體把這個射門擋下 當然相對於是澳洲也不敢說 站得太 中前場的位置去迎接 去阻擋日本的一個傳球 沒錯 這封組很漂亮 對 這個防守的預判是有判斷到 日本隊進攻的路線 所以剛剛的選手 他還是腳是有下來 但不是殘球 是擋球 所以沒有這樣 喔唷 這個位置很好 中駐 Dominay Cox 上來挑過以後 幾乎是單挑手 沒人進攻下 打一個非常刁斷的角度 不過中駐 出了界話 澳洲隊上半場 目前為止 最漂亮的一次進攻 日本隊在渡的 進攻的半場 持球 看到 回看剛剛那次很好的機會 哇 真可惜 因為守門員的角度 有稍微封阻了 所以變成Cox要射門 也是 要稍微 選一下角度 沒錯 一定要打得非常刁喔 兩個人的配合 也是 打在防守球員的身上 那也是 無人智的比賽 因為大家的回防 各方面 場地空間 比較密集 所以 情況下 其實很多選手 在不同的角度 都能夠射門 沒錯 就是 奧大利亞的陣中 也是進球能力相當好的選手 日本隊的腳球還是被擋了出來 一個門將以後 其實也沒有太好的一個傳球對象 因為日本隊靠著個人的能力 就是把球推進到了進攻的半場 Skot Rogan其實有讓一個邊路的空間讓他去 結果把比的對方還是踢出界 基本上日本的板凳的學員已經有換過一輪上來 沒錯 成功的把球可以空下來 這個是澳大利亞在上半場比較大的一個課題 日本隊再度換了另外一批選手上陣 那其實在換人除了調節體力之外 也是方便球隊改變一下他們的一些戰術打法 沒錯 那現在換上日本的這一批球員 就是回到剛開賽的時候的一個打法比較接近 就是我打穩一點 不一定要打快 大概會有在名單裡面十四位選手扣掉兩名守門的話 十二名選手可以組到 應該說大約會有兩到三個主力陣容 這邊一個比搶以後 游移的射門 再補了一下 不過是被提出界外 原田快有跟上 但球速太快 所以是碰觸到線外 那在澳洲這邊呢 如果要跟日本來比速度跟技巧 可能還是比較吃虧一點 沒錯 就像Brian主播你說 打一下體型壓迫 這一點其實就相對也沒有那麼順利 因為你打體型總是要轉身射門 這下日本其實更進了很快的情況下 他們做這個也是做得沒那麼順 而且其實在做people to play的時候 日本隊滿願意給肢體接觸的防守 以及犯規的 那相信這一支 算是世界級的五人質球隊 一定會針對比較高大體型的球隊 去做一個訓練跟盯防 而且在五人質的前面四名選手 還有輪替的情況下 非常有機會你會面對到 非常有機會你會面對到 比你身材高大很多的選手 然後你就算你會是打兩億的位置阿拉 你還是會有機會輪替到 守到最後一名選手的位置 場上的一個輪替 輪轉跟走位是相當的平凡 好 看到這時候Olivera已經沉底了 也回來 好 趕快 現在有耐性的傳導 沒錯 這個高空球 就沒有辦法傳到隊友的腳下 這五人質在平底上面做比賽 有時候高空球他會是用腳尖去戳起來 這個技巧跟十一人質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球維持在線內喔 還是澳大利亞的球權 靈活 沒錯 整體空下來 不過這一個play相當的漂亮 日本隊的反擊 有權倒地射門 除了底線之外 剛剛從守門員發表這邊發起的反擊相當的靈活 剛才Netto跟上手 他往前看就沒有注意到對方的腳 沒錯 看到澳大利亞這邊 輪流的派Lynch 以及 Ali 來挑戰Olivera這個高搶 上半場比賽剩不到九十秒的時間 實賽的傳球是先被斷了下來 Jordan Guerreiro 好 這個手部的動作 這下被記憶比 然後 基本隊上半場第三次犯規 就是要奉送澳大利亞第三次的定位球 現在看到 應該是澳大利亞為了這次定位球的操作 喊出了上半場的暫停 基本上比賽其實時間也是所剩無幾 我相信其實日本在原本賽前的一個預估上面 我覺得有把他們的策略有做好 開賽前他們的熱身各方面 跟比賽季的一個情況 都是有符合他們的打法 以比較一個穩定比較保守的一個方法 後場的倒球前場的攻擊做一個連線配合 沒錯 我相信在整體球隊的整體戰術防守上面 並沒有讓給澳大利亞太多的機會 那澳大利亞只能就可能身體上面的接觸 以及個人一對一突破去找尋這些比較微鳥的機會來做突破 當然也有幾次的射門跟單刀式 但是我們看到澳大利亞有進球的機會 不過目前還是沒有辦法破門 澳大利亞這邊的機會很多都是可能一些運氣 碰撞球彈回來打到一些進門的機會 好 那現在雙方的選手再回到場上 看到在球後面是Prento 澳大利亞直接射門 被發表擋出來 有第二次的機會嗎 兩個隊兩個 配勝打球 稍微再緩一下 上半場還有45秒左右的時間 兩邊在邊線的一個拉扯 但是在給了日本隊的犯規 所以澳大利亞還有一次的定位球 上一次是Prento直接進行射門 同一個角度一樣是Prento來操動 那雙方都踢到比較Prento一點的身體碰撞比較多 這球是做一個戰術配合 不過打高了 這門的是3號的Adam Cooper 這門的突破 左轉右轉 被給出來 剛剛的這一個一對一 雖然沒有過掉防守全 不過看到袁田快的身體協調性跟基本動作真的很不錯 而且是站在一個Prento的位置 或是場上的最後一名 一道防線 還沒有到手面前 最後一道防線 澳洲這次的反擊 艾利分別以後 Favio再次的把球給擋出 這個時候 上班場的時間也到點 日本隊 目前就是上班場 以2比0 暫時領先澳洲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在那裡 既然是這次的反擊 既然是一起來 既然是在海中 既然是一起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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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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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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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今天能夠跟亞洲最強的球隊日本來進行一場比賽 然後也剛好是讓我們球隊是一場測試 讓日本隊知道我們的實力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也是從這場比賽之中可以看我們哪裡有改善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歡迎現場媒體來提問 嗨 Mr. Myles, you played in Japan and I think you know about Japanese football, how do you think the Japan football who started developing these days after you leave Japan 那這邊的話日本媒體提問就是說之前教練有在日本的五人制足球界發展過 那希望跟請教練分享一下他這幾年看著日本五人制足球發展的一些心得 I think there's been a constant evolution of the game Japan have invested well and developed the game well from over a number of years and that progression can be seen in Japan's performances at the latest Asian Cup I think the team's strengthened by some strong individuals but Japan is always is always defined by the collective is always defined by the collective it's the team that that's their biggest strength that's their biggest strength it won't work well it won't work well it won't work well 那這邊日本媒體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今天澳洲隊的賽前的戰術設定 哪些部分是真的有執行成功 那哪些部分是沒有發揮出來的 So the plan today was to to match up our players some skillful players against our fast players to put our good athletes against the less athletic players to be able to apply pressure and at times go up the court to apply that pressure and sometimes to sit in and just conserve energy protective when we got the ball we tried to mix the way we played to make it difficult to for Japan to be organized we're lucky we have player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we're lucky we have player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and this is this is important to the to an Australian way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就是利用 許多像球員的個人技巧還有速度來對付日本隊 但是我們很高興我們球隊裡面有些球人是自己在球場上就能夠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可以讓他們在球場上有好的表現 謝謝 現場還有媒體想要提問的嗎 請問一下澳洲隊的教練 因為下一場面對中華隊 那這樣比賽當時 會不會晉級到 那請問一下他對下場對中華隊 都不會有些想法或戰術上面的感覺 The question is the next match you will play against Team Chinese Taipei and it will be a critical match about being eliminated or being advanced to the next round so is there any thought to Team Chinese Taipei or any technical change you want to do in the next match yes we we do our do our planning thoroughly and we'll prepare for the game the result will be critical but we'll focus on the process on what we can do to give us the best chance 下一場比賽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關有沒有辦法能夠晉級 所以他們會做好最好的準備 然後他們也有做好很多計畫 要來應付這場比賽 現場媒體還有想要提問的嗎 好小的!! 我們的問題是 接下來的 impressed想的話 我想這次就知道 其實我們的隊伍 FC英雄 我們還沒有你認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觉得他们现在是最重要的 是专注在自己的赛场上 就是专注自己 然后他们对于每一个球队 其实都有一个 他们都有想法 但是在赛场上还是最重要 就是专注到他们现在 可以控制的地方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就谢谢澳洲队总家人 Miles Downey 跟Shavin Adali 队长 If there is no further questions Thank you Thanks team head coach of team Australia Miles Downey and captain of team Australia Shavin Adal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s The next will be Team Japan with head coach and the player man of the match number five Arthur Oliveira Thank you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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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